这个是亮身的一个质地 我现在穿着这个是灰紫色 手拿着这个是深啡色 大家配衬的字是不同颜色的 它的风格上是有一个Vintage的字体 字的优美的英文字 也是偏向优美的Style 它的造工就做一些怀旧的复古味道 字体上是做怀旧的复古味道 它配衬了Lace 再有一些钉金色的珠片在上面 这个是钉上去的 是乱了的了 那你会见到Lace部分其实都是通花的 不过它的密集度都高的 你看到它的刺繡线 排序很密和很厚实的 而它的底层的Lace网布 都是比较密集的一个配搭 所以好像我现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你都不会觉得很暴露 顶边的位置都很靓 因为你会见到是一个很精致 还有很有厚度 很风型的 很厚身的一个波浪的一个线条 是带着去到微企靓的位置 它是锁骨开始上的 就是微企靓的一个位置 但是不硬颈的 是的不硬颈的 我现在扣了后领柳位 是的都不硬颈的 不贴的 少少帮着的 那它的款式是做了好像一个吊带 这样子的 少少off shoulder feel 不过是的 它做off shoulder的那个位置 就用Lace去代替了 所以整个的线条都是挺有玩款的味道 是的 挺有玩款的味道 它是喜欢用一些Prinzi 或者玩一些Vintage味道的pattern 去配上一个比较Elegant的一个Lace 是的 所以撞出来的配搭非常之有趣 那个化学作用 是的 撞得很有趣的一个配搭 是的 这个的质地是亮身的 是薄身的丝绕料 雙面料来的 内层不够 面料都是顺滑的 是丝绕的质地来的 很亮身 薄的 薄丝绕料 那就是滑身和亮身的效果呢 通常都是丝绕才会做到这个层面 那它本身的布料都是带一点点 搅搅搅搅搅搅 不是搅搅搅搅 是有点狠 是有点狠 有点狠 有点怀旧的味道 是的 是的 那是一个 真的很亮 真的很亮身的一个状态 那如果你想 因为你见过款式 其实都是有一部分是很lady 很 游戏 一边是玩款一点的 就是casual一点的 那两者之间呢 如果你看你想塑造什么的风格 就是你想靠变变 如果你说我想可可适间 你就趁回截环席裙 或者日系裙款 去跟拼配文字的部分 那便搅搅搅环鞋 如果你想想做 하게几사가 妻碎 이름 你就趁回享受 如果你想出来的效果 亦都是有点弦调感的 趁入小金席 män了 是, 简单一点 你见过百年 equitable 也非常兆装 所以如果想像姐妹估墙 Army 的操作 而且都抢硬的,是真的抢硬的,比较夸张一点的 无论是那个链子或者其实它的布料上 你都会看到是很有焦点的一个项目来的 这个不太肉了,就是私勇不太肉的 宽松的反应,布料也是有弹性的 放出来就是这样的 好,那我换了个啡色 好,那我换了个啡色 我拍摊当时也是有这样配搭的 挺有惊喜,因为这个深啡色可能有私勇料的味道 有私勇料,因为是私勇料 所以出来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啡色反而出来的颜色 是比较适合这个紫红色的裙子 是的,我觉得这样撞出来的颜色通看来很舒服 虽然说虽然是应该搭灰纸的,但我不知道 可能整个色通沉了,就觉得 看来这个颜色通会 觉得漂亮一点的效果 是不是? 都比较少有私勇,比较少遇到的颜色 或者布料,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是布料 真的是私勇才可以做到这种 这么反光的,这么有亮的一个状态 的确是私勇独有的吸引力 OK 看看顶边吧 你看到顶边的薄位都是钉了金色的珠片 所以整件衣服的华丽度是很抢眼的 所以如果你说我不想太夸张 不想太over的,下身真的搭牛仔褲 或者一些黑色的西褲都是型格的 我想展示给大家看颜色,你可以这样撞 撞得夸张一点,这个是夸张的 如果你想稳定一点,像我刚才那样搭牛仔褲 或者真的黑色的一些浮腹款 轻松一点的也可以,斯文一点的也可以 看看你自己想走什么路线 因为这个上身褲已经是足够带了各自的 这一部分,这一部分都是有各自的吸引力 看看你想展示哪一个配搭比较多一点 再说多一支 整件衣服都是宽松的板形布 这个大眼星,胸阔甲圈都是充裕的 虽然这里是师傅的鞋子 不过它刺繡的造工都是用厚一点和密集一点 所以这些部分都不会觉得很暴露的 就算你这里这么低,都安全的 都不觉得暴露,不觉得担心的状态